我一直觉得依珊是一个 我真的胆子很小 我最近好像没有写过这段时间 哈喽 爱奇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华晨宇 接到梧桐导演的邀请时 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最终是什么让你决定要来参加节目 一开始其实是拒绝的 对 因为我觉得 一年录一个非音乐的综艺就可以了 他找我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因为可能他看过我在 王牌上面的一些 玩的一些 就是类似于这样卧底的游戏 然后所以 他觉得可能 看过之后觉得很适合 很适合这个蒙探这个节目 然后呢就说 很希望来 然后我就觉得 我觉得还挺感动 蒙探家族中有你很熟悉的成员 也有第一次合作的 其中你对谁的初印象和现印象反差最大 伊珊 对 伊珊 因为我以前就是 我一直觉得伊珊是一个 就是超级聪明的一个人 然后呢 当然这个节目他也很聪明 但是只是有时候他会有点 憨憨的 然后就觉得还蛮可爱的 就是 反差有时候会挺大的 对 你觉得哪几位成员的胆子是比你大的 我觉得胆子都比我大 我真的胆子很小 你像Baby他就胆子很大 对 有时候遇到一些恐 那种黑黑的那种屋子 然后我就挺害怕的 对 发布会的时候提到自己已经逐渐单话 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能分享一下吗 单话 比如说 每次蒙炭我们都会演一个小短 小短剧 然后 演的时候都会 我基本上有时候说台词都会用一些 比较北京或东北的那种口音来去 来去说词 这一季的口号是 伊末拜拜 蒙炭嗨嗨 那你最近一次伊末的时候是如何化解的 吃冰淇淋吧 对 会 心情会好很多 对 无童在直播的时候说你是二剧人 对此你有没有什么想回应的 说我是二剧人 确实有时候不太跟得上 就是那个网络热稿 对 然后都是来节目里录制的时候 会学到一些稿 对 节目里MVPI测试中 你提到自己是INTP人格 你觉得自己对INTP的一个行为是什么 不太用情感 而是用逻辑来去理性分析 它的逻辑性合不合理 对 做了无数的假设 然后又否定 然后再假设 再否定 再假设 然后直到觉得这个假设合理为止 我觉得这个还挺INTP的 之前你的金色长发造型 大家都觉得很惊艳 有想过尝试再换哪种发色吗 红色 然后绿色 蓝色 其实都可以 最后请说出三个必看 能探探探案第二剂的理由 首先是好笑 然后呢 值得探讨 也解压 对 蒙探家族中玩卧底最厉害的人是谁 BABY吧 他当好人和当卧底的时候 其实感觉是差不太差别不太大 其实这种反而很难 对 推理过程中最看重的细节是什么 不能通过表象来去判定这个事情的对于错 最近一次产生写歌灵感发生在什么情况下 最近好像没有写歌这段时间 现在手机里有多少张自拍或视频库存 自拍视频挺多的 其实有了 如果要给你的粉丝们亲手做一道菜 会选择做什么 巧克力牛角包 但是我最近吃了一个那个饭 米饭 然后里面包的肉 你有见过吗 需要饭团吗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你最想在夏天做的事情是什么 吃冰淇淋 最近学到的网络热梗是什么 我是云南的那个 对对对 可以透露下你下半年的工作计划吗 下半年肯定就是做 把专记发了 对